我們現在的進度是他如果這樣子跑的話沒有問題 他現在如果這樣跑的話 你看一下現在這樣子跑沒有問題 這個動作沒有問題啦 但是他的問題出在於這個洞 這個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洞對不對 他這個孔不會一直對著上面 那這就很討厭啊 因為我這一個東西是一個連動的裝置嘛 這是不是一個連動的零件 連動什麼 連動這一個軸啊 這是要說軸還是幹 管他呢 那就是連動這一個零件嘛對不對 再接到上面嘛 那現在你讓他這樣轉的話 這樣子是不是跟我們實際引擎的動作不對 不一致 這怎麼辦 我們先不要管他的動作 那這個運算因為比較麻煩一點 我把一些不需要的部分都把它隱藏起來 這一個零件現在暫時用不到嘛 所以按空白鍵把它隱藏起來 那這一個零件也用不到 我現在把它按空白鍵隱藏起來 我們現在就只留 做運算的時候會用到的零件就好了 這樣他在算的時候比較不會吃那麼多資源 接下來 來看一下上一次畫的那一個 上一次加了一條線 我不曉得為什麼沒有把它存起來真奇怪 我不曉得為什麼沒有把它存起來真奇怪 上一次是不是在這邊拉一條線 接到這條線上面對不對 好 close 他就馬上出問題了 有看到嗎 這馬上出問題了 那我們不要管他 我們先不管這件事情 我們先繼續往下做 我先把這些東西都隱藏起來好了 這個是第13個零件 這個是第12個零件 這個是第10個零件 就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到最後他會怎麼去動 現在來做運轉 有沒有看到 之前我們指定這個黑色的點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邊 怎麼加了一條線之後他就跑到上面來了 這個就是 FreeCAD的BUG 但是我們現在做下一件事情之前 我先不要修這個部分 我們先把它完整的動作先把它做好 首先你要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一個 這一根拉 這一根指的是不是這裡到這裡的長度 我請教一個問題 這裡是不是中心點 現在是不是這個繞著中心點在轉 我上一次是不是有跟你講過 這一個的長度 這一根 是不是等於這裡到這裡的長度 那你要來觀察一下這個引擎 這個引擎是會左右搖擺的 這一個引擎的這一個部分 有沒有看到他現在這 這張圖來看是不是可以看到他歪一邊 我上一次在講主力的流程的時候 我跟妳講什麼 我說我們這一個引擎在做主力的時候 分為兩個步驟 不會動的部分先裝好 接下來要裝會動的部分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個零件 我一直沒有叫你放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零件就是會動的 他怎麼動 他是這樣子搖擺嗎 是不是這樣轉過來 他就搖過來 這一個轉到這邊去的時候 他是不是搖過去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搖擺的軸心是哪裡 這個時候要看這邊這一張圖 這邊這張圖是不是有這一個 這光碼 我們怎麼跟上面零件插銷 什麼東西 他是不是有一根軸固定到這邊來 是不是穿過來 插到這個零件上面去 你如果來看一下他二號零件的 二號零件的他這張圖是不是 這是第七號零件 第七號零件是不是固定在這邊 是不是只有一個地方固定在這邊 然後搖來搖去 因此他是不是沿著這一個走在做移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關掉 這一張圖的這一個點 他應該要拉到這個圓的圓心 從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不是55 所以這一個點到這邊的垂直距離是55 咦 這麼厲害啊 先把這個關C4給列好 好那55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關起來了嗎 你先不要管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來修 先存起來 這個位置已經對了 我再來跑一次Assembly 4 我們再來跑一次動畫來看一下 現在是不是這個 這樣子轉看起來就合理了 你不要管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有問題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修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個動作 這一個轉過來的時候 這一個 是不是永遠都 對著這個方向 好那他為什麼會出錯 我只是跟你聽說他為什麼會出錯 來現在請你看一下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 上個禮拜有沒有打一個比10 打在哪一個地方 我們上個禮拜有沒有打一個比10 是不是打在這裡 但是現在加了這一條線之後 這一個比10 跑到這邊來 我上一次做這一條線的時候 我說我這一條線 等一下我先按兩下 如果我這一條線變成是參考線 就變隱藏模式嘛 是不是現在就變隱藏模式 然後按Close 按Close之後是不是一切恢復正常 那一個點跑到這邊來 那那個點跑到這邊來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把之前那個零件 好第10個零件 第10個零件叫出來 然後飛輪是第幾個零件 第13個零件 好我們這樣就好 中間那個軸不要列出來了 如果那一條線 把它設為隱藏之後 是不是這裡就變正常了 因為那一個點是不是在這裡 看一下這個黑點 這個黑點是不是在這裡 我們之前做的LCS 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一切正常 現在的問題就出在於 當你多加了另外一條軸線 就這個 這個是不是 不是軸線 這應該是 當你另外加了一根骨骼 這一根骨骼 是不是之後要來 對這一根的 因為到時候這一根是不是 這一根 是不是就在這一條 這一條線上面跑 這一條線 是不是跟這一根的方向一樣 當你多加了這一條線之後 把它再把它恢復成 實際狀況 當你多加了這條線之後 它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 它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 那一個黑點 哇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它隱藏起來的原因 這怎麼 隱藏起來 有沒有看到 那一個黑點跟這個LCS 是不是跑到這邊來了 我們再讓它轉一下 本來 這一個點 是不是永遠都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多加了這條線 再讓它轉 就不得了 是不是都到這邊來 因此這一個 是不是它的關係 就都不對了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就是FreeCAD的BUG 那這個BUG 我們要想辦法來把它處理掉 OK 好 先按STOP 現在請各位 先把這一個完整的線 我們現在是做一段 兩段 三段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一個點 一定要對到這個圓的圓心 所以它 這一個點 跟底下這邊的距離 就是 55 就是這裡 到這裡的距離是55 然後我們 把一些不必要的零件 先把它隱藏起來 你看這一個沒有隱藏嗎 這一個是拿來對的 其他我都隱藏起來 我只留這一個跟這一個飛輪 其實飛輪 沒關係 飛輪先暫時留著好了 然後來跑運轉 看看這一條線 對不對 好 先做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再來想辦法處理 上一次遇到這個 跳來跳去的問題 先在做好這東西之後 先把它存起來 再來 好